在那個時代 尤其是228發生的時候 每個人的生命 其實都是像一條線一樣 在不同的時空中交錯 可能又分開了 擦出各自的生命火花 包括我們今天故事裡面有提到 曾東升伯伯 或是李將軍 對 李右邦將軍 那我們在抗戰的時候 李永邦將軍曾經被陳瑜允許 到福建的重安去招募台灣人 成立了這個台灣義勇隊 抗戰勝利後 這個台灣義勇隊反而被解散了 那李永邦還因此而得罪了陳瑜 這段我們可以請老團幫我們說一說 這段真的是複雜 我也是花了兩天的時間 才把它照為搞懂一點點 有說錯的地方就請言諒 那我們只能說 李永邦他是在1945年出任 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部的主任 那三清團是屬於蔣軍國系統的 那那個時候國民黨台灣省短部 是比較偏半山還有大陸人 那兩邊在接收台灣的時候 其實是並沒有特別的密切合作 到了228事件發生的時候 三清團有很多的幹部投入 甚至於是加入初立委員會 所以被認為是黨團不合作 也就是沒有跟台灣省黨不合作 有擴大或煽動228的嫌疑 那我們前面一集有提到 就是228從台北蔓延之後 謝雪洪是在3月3日 在台中組織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 組織人民大隊 也就是二期部隊的前身 那在前一天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陈宜 曾經找李友邦要他上電台做廣播 希望借用他的影響力來讓事件平息 可是李友邦他沒有答應 為什麼李友邦他不答應 因為李友邦他講局面已經到了這樣子的地步 沒有辦法用三言兩語來說清楚 而且也要有人為自己的事變來負責 他這個說法等於是公然抗命 還會得罪就是當時在台灣最大的長官成疑 是沒有錯 所以我們知道228之後 曾以他成立的處理委員會 也因為兵力不足 向南京要派兵過來鎮壓 那憲兵21團是在3月8日登陸基隆 那第二天陸軍21師也登陸 那很快的整個局面就獲得了控制 可是到了3月10日 李友邦與他的妻子顏秀峰 要前往三清團上班的時候 他中午外出用餐 結果電話響的是柯遠芬的電話 於是李友邦他說你們先去吃柯遠芬要找我開會 等一下子就回來 可是人一去不回 那李友邦的妻子顏秀峰到處去問先生的下落 到了12日下午他再度找陳怡 陳怡說還是不知道 顏秀峰說你不可能不知道 除非是你下令或者柯遠芬不敢把他給抓走 不講清楚我不走 所以將軍的妻子他的個性是非常的強悍的 態度十分的堅決要救夫 到了3月12日下午5點 陳怡才對顏秀峰說 李友邦現在在保安司令部 13日一早要送到南京 所以你現在可以走了 顏秀峰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懷孕了 可是他還是立刻要求 陳怡給他一張可以買機票的首帝 決定只飛南京舊夫 但因為都沒有成功 最後找到了蔣經國 他陳述了228事件的一些起因 還有李友邦的冤請 所以小蔣在3月18日飛到台灣來調查 到了5月底李友邦終於送了出來 我們故事聽到這邊 感覺起來已經大事化小了 李友邦他也從監獄裡面被放出來了 是 結果竟然後面又反轉了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出獄之後 李友邦他決定要定居在杭州 可是因為考慮到顏秀峰已經懷孕 所以想要讓他回台灣生產 所以又回了台灣 可是不再碰政治 到了1948年的年底 許辦會上已經接近了尾聲 蔣介石在1949年1月1日 任命陳成為台灣省政府主席 到了4月9日 陳成取代了蔣經國 擔任的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主委 這個職務 同時派秘書找李友邦 勸說出來擔任省黨部的副主委 所以我們這樣聽起來 陳成倒是挺看重李友邦的 是 李友邦即使他低調居住在家裡面 還是要把他請出來當副主委 我們之前講過一集白色恐怖第一大案 吳石案 這個是保密局在1949年年底到1950年2月 破獲以蔡孝賢為首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台共案 吳石案牽絕的四個人之一 有一位是女情報員朱峰 也就是朱勝姿 她那個時候化名陳太太來台灣 除了接觸到吳石之外 也牽扯到李友邦的妻子顏秀峰 因為據說朱峰她也曾經見過了顏秀峰 結果顏秀峰被捕 因為坦白交代 所以後來被判刑15年 這個局勢聽起來是變化的非常之快 連顏秀峰她都因為牽扯進了這個吳石案被抓了 那我們也很想要知道說接下來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在李友邦先生紀念文集第一冊裡面 他裡面有提到就是李友邦本來是沒有事的 可是到了1951年的11月18日 憲兵突然間傳見了他在北投的宿舍 因為他的身體那個時候本來就不太好 所以後來被送到了三種 到了1952年的4月22日 被人用單架從三種抬了出來 送到了萬華馬場町去槍決 他後來被槍決掉 就在我們前年空營的後面那個馬場町 對 馬場町槍 這個萬華的馬場町 也就是吳石他被槍決的同樣一個地方 那為什麼李友邦他也被槍決 有一種說法是因為台籍人士之間其實不乏告密者 所以有人舉發李友邦還有顏秀峰 他們是共產黨 那也有人是從權力的角度來看 認為蔣介石要削除層層的權力 所以先從李友邦來開刀 那也有人說李友邦那個時候是台籍的重要人物 所以難免會成為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 所以眾說紛紜 那老談是怎麼樣看這個說法呢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於第一種 也就是李友邦那個時候是被指認是共產黨 那我們前面一集有提到228事件 自稱受到謝玄宏委託 去台中水南空軍第三場軍事基地 去借武器的這個故事 那林財壽勃勃他後來自首 就是警察一聽到謝玄宏又給他名片 立刻嚇得要他以後千萬不能再講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228事件發生沒有多久 誰與謝玄宏起了連結 誰就會被捲入 那李友邦將軍呢 我們一開始有提到 他在就讀台北吃飯學校的時候 曾經參與了夜席 日本警察派出所的活動 那後來與謝玄宏等人 就從高雄逃亡到了上海 儘管他們後來政治選擇不一樣 可是彼此是認識的 所以在陳帆銘的謝玄評傳 還有其他的一些書都有提到 那個時候有一位 在台中和平日報的編輯 叫做周孟江 他自稱說謝玄宏告訴他 三清團的幹事長李友邦等人 當年是和謝玄宏一起回到了國內 也就是中國大陸 那李友邦呢 的確和他有晚來 那有一次李友邦來到台中市場 還曾經到了台中大法酒家去拜訪 所以這樣聽起來 李友邦和謝玄宏他們是有認識的 對還曾經有過互動 對 所以比較妥當的說法 應該其實還是像曾中生伯伯說的 可是呢 因為他與中共和台空的一些成員 都有一定的互動 所以在蔣介石付出之後 也讓自己身陷險境 根據保密局那個時候的重要人物 古正文他的說法 李友邦的被捕 是蔣介石親自下令抓人 那原因是 顏秀峰被帶走之後 那蔣介石有一個定律 先生是監獄 太太不一定是 可是呢 太太是監匪 那先生就一定是監匪 那基於這個蔣介石定律 所以李玉坦才會被槍決 那現在李玉坦被槍決了以後 李友邦也危險了 在1951年的11月 國民黨聖誕部 那時候改組 蔣介石親自參加交接典禮 第一排的第一位是蔣經國 第二位是要接替的鄧文怡 第三位是李友邦 按照這個排位順序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李友邦將軍 他在當時的台灣社會 是非常地位跟分量的 對 可是呢 按照古正文的說法 他因為那個時候 他的關係比較低 是坐在後面的區域 蔣介石一開口就說 李友邦 李友邦一聽 立刻站起來 就是蔣介石說 你騙得過別人 可是你騙得過我嗎 你太小看我了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是兼匪嗎 接著就命令憲兵 把他給帶了出去 所以從這古正文的說法 其實跟我們剛剛提到 李友邦是從宿舍被憲兵帶走 的情況好像又有出入了 是是是 可是呢 聲動聲聲勃勃 他也有類似的說法 不過也是又有一些小出入 可是到白色廣布的時候 有一次在拍會 兩天是看到李友邦 說這一點點的 他還在 就這麼一句話 下面的保安順利部 就說要請他去開會 就官場出租回來了 不管哪一種說法 李友邦他的第二次被捕 或是說他是重病 從三種抬到麻產町 還是已經病次 在被用單價抬到麻產町去補一槍 都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還有很多的謎團之後 也許還會有更多的資料會解密 李友邦將軍的這個過世的方式 他其實還是有諸多說法 是希望可以就是能夠解密出來 還原一下事實的真相 不過無論如何 我們從我們這樣聽起來 蔣介石對李友邦的戒敌 或許是很深的 是是我們這集 雖然不是直接講到二二八事件 不過在李友邦將軍的故事中 時間線上面還是有交錯的地方 這也印證了我們 剛剛前面有提到說 歷史洪流上面的每條生命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千絲萬縷的聯繫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邊 談兵讀武 新聞與歷史的匯流處 軍事是故事的主戰場 直取一瓢影 結合軍事、歷史跟人文的節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可以觀看之外 歡迎大家跟我們留言交流 也可以用Podcast收聽 歡迎聽眾在Apple Podcast 下面給我們五星評價留言指導 請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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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讚